这个星期 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本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习近平的新时代下 中国再次名列倒数第五 与此同时 被以颠覆罪名正式逮捕的人权律师于文生 经警方声明解除辩护律师 六四天网的装扮人黄奇 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和平 即北京大学女生月薪要求校方公布相关性侵档案 遭威胁骚扰之后 北大校园的海报声援行动仍在持续 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晤 究竟对中国乃至东亚局势意味着什么 也格外令人关注 这次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些话题 光临节目的几位嘉宾 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 您好杨建立博士 您好主持人 各位观众好 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 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 主持人好 建立好 大家好 谢谢 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视频与我们转播现场连线的海外中文正论刊物 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您好啊 胡平先生 您好 大家好 谢谢各位 欢迎各位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 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节目 并且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各位应该说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恶化程度 一直是纪念国际社会 国际舆论观众的一个焦点 但是似乎这一次无国界记者组织发现了一个原因 那就是在习近平治下 这种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日趋明显 杨坚利博士 我想首先请问 就是我们能否把无国界记者组织发现的这一个现象 看作是中国新闻不自由状况的一种根本的原因 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习近平上台以后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经济上都急剧的左转 然后把中国一个专制体制变成了一个个人独裁体制 那现在他非常认真的要建成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的状态 但为了维持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那必须一个声音 一个信息渠道 一个观点 那要维持这后边这三个一 那必须限制新闻自由 必须控制信息 那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独裁 集权和以前的传统的这种独裁又有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新的技术助长了他这个独裁控制社会的这个能力 这个就像这个1984所描述的那种用技术来控制社会的专制社会是一样的 没想到那个政治幻想小说在中国现在成为一种现实 所以人们把中国的现在这个状况叫做数字极权主义 就是一方面为了控制社会 政府实行这个大数据的收集 来这个监视收集每个公民的信息 对他们进行严密的这个监视和控制 另一方面他不允许公民有获得这个自由信息的一种这个自由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的一个严重的信息结构的一个不对称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状况 好的 那么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呢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特别呢在推特网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在1242位网友的投票当中 有关习近平啊是否会解禁中国的新闻媒体管制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87%的网友认为不会 因为呢习近平他们认为控制公民言论 封杀媒体呢有利于他的个人威权 只有8%的网友认为会的 因为呢管控媒体呢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啊还不够大 4%的网友不确定 另有1%的网友呢给我们留言 其中一位网友提到了呢习近平当局是一个无法与自由媒体啊兼容的体制 还有一位网友提到了呢解禁媒体呢是否能够成型呢 要取决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他们关注的焦点或者封锁言论的焦点主要在批评政府 或者你有反对直接反对政府这种声音 但是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看到说 连一些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些言论 包括甚至一些娱乐方面的言论都在控制 我们知道最近闹得飞飞扬扬的就是一个历寒段子 今日头条被封掉这样子 市值其实做得很大 他们想试图在中国这样这个言论啊 媒体啊自由的控制的非常严格的情况下 做一点娱乐的东西来赢得大家的一个关注 从商业上行出一些突破 但是即使这样的媒体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媒体 因为它已经诉讼非常大 可能有上亿人去看这样一个视频的短视频媒体 但是就被封杀掉 所以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在未来可能至少是五到十年 看不到它有解禁媒体这个状况 而且可能是新闻自由度会越来越差 现在是今年到处第五名 明年可能会到处第十名 可能会越来越惨 我只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观察 谢谢 那么胡平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说此前有这样一种所谓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共产党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 目前国际环境来讲应该说认识的日趋明显了 但是我想请问您 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手机 使用手机移动电脑的形式浏览新闻 这样庞大可以说是全球首位的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政府还能够这样有效的控制信息舆论呢 这当然是整个民间社会自六四以来 由于受到当局持续的打压 缺少前有力的反制手段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江湖时代 中国在言论方面有两个特点 一方面呢就是意义表达的空间似乎也还不小 那而这中间呢主要是靠着这个新的科技 主要是靠互联网 那江湖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 你很难设想中国还有多少意义存在的空间 这是第一 另外一方面呢除了政治性的批评性的之外 那至少吃喝玩乐的呀搞笑的呀 娱乐的那个有相当大的空间 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呢 我们看这两方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呢就是当局就是 他也使用技术 他也通过新的技术来控制这个互联网 控制网络的这个自由传播 而在这点上来说呢 他是比江湖时代有了很大的进展 现在他这互联网的控制 不但是控制了意义声音的表达 而且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都进行了这一种严密的监视 另一方面呢那不只是这个政治性的批评性的言论受到压制 就连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 娱乐的搞笑的这种言论 也受到一个相当大的压制 那过去呢你还当局还在乎你 就是你只要不谈政治 只要不批评 不批评政 那么好像谈什么都百无禁忌 而现在的问题变成了 你只要不紧跟主旋律 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呢 他显然有时候就是被很多人归纳为 就是像从威权向极权这么一种倒退的 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这点我觉得说是 当然它跟整个大的形势有关系 你就想能够拿互联网 假如说在89年的时候 那中国就有如此发达的互联网 八九那一关共产党就过不去了 那么之所以现在二十多年的互联网有这么发达 中国有这么大的用户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过去二十来年 我们看到的一些意义这种相当繁荣的表达 而现在形势又急剧的恶化 那就是说因为就是民间缺少这种强硬力的抵抗的意志 很难形成对当局的倒行逆施 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制约 是这么造成的 好的好的 那么杨嘉丽博士 我想请您关注一点的是 这一次的无国街记者组织 特别提到了刘晓波 杨童彦和六四天网创建人黄奇 目前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些遭遇 我们同时注意到了 就是被以删颠罪名 遭中国当局逮捕的709案律师杨童彦 这个余文生 同样目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也就是在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况下 上个星期又提到了 以所谓余文生本人声明的形式 要解聘他的辩护律师 那么在您看来 就是国际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 这样的一些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关注 是否被可以看作为是一种 也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实际人权状况的一种标志 当然是 它是一个重要指标 极权社会 刚才胡平讲了 中国从这个威权到极权进行倒退 如果说一个极权社会的话 它没有一个极权社会不侵害人权的 因为它不侵害人权 极权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而侵害人权首要的一条 就是限论你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不然的话你把你的所有丑事都讲出去 它这个政权所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人权状况恶劣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你提到了刘晓波 这个杨天水就是杨童年 他这个去年呢是在狱中都是得了癌症去世 那在这之前也有在狱中去世的一些这个异议人士 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担心 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些政治犯 受到的待遇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有些人是离奇的死亡 有些人呢出来以后那个智力啊 什么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每一个出来的人都都实际上都有都告诉世人 就是他们受到了酷刑 前几天我见到一位朋友 他讲了一个国内的一个一个教授的妻子 因为某种事情进入监狱以后 当然有一点意义这个色彩 进去以后就让你实际上在监狱里就待了几个月 他就逼着你吃药 他说你要吃这种药 他说我没有病你吃什么药 他说你必须吃药 所以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地担心 你提到了黄旗 黄旗是第三次这个入狱 而且有各种疾病缠身 还有余文生 还有这个这个王全璋 现在已经失踪一千多天了 还不知道死活 所以这个都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 这些案例都是人权 中国人权状况极度这个这个倒退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 那么新闻自由呢 又是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也注意到呢 在无国阶级记者组织啊 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当天呢 那么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习近平治下呀 这样的一种以所谓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名义 制定出台法律法规 同时呢取缔VPN等等这样一些举动呢 他们批评到就是对于中国公民的言论限制啊 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秦美平先生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 真的是这个人权状况就像我们观察的一样是越来越糟糕 糟糕的跟那个新闻自由度其实密切相关 新闻我们知道媒体的这种舆论的压力 对于社会政府特别是政府的一个监督作用 其实是很重要在民主国家 那你新闻自由被严格的控制你自由度越来越差的话 那另外一方面的人权状况肯定是越来越差 因为他们刚刚坚立先生也讲了就是说 你政府所做的所有的坏事恶事 然后都没有人知道 这样公众对他们的舆论压力可能就很小这样子 所以他一方面在继续加大这种人权的迫害 特别是所有的反对政府的人士的迫害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在抓紧这个舆论的控制 两手抓这种感觉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虽然刚才说国际社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因为现在中国政府 他跟以前那种韬光养晦的政策是不太一样 他以前可以重视国际社会的看法 他会适当的苏联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他基本上是为所欲为 事无忌惮 根本不在乎什么排名的说法 什么批评的说法 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我先补充一点 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就是法治 实际上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和法治是背道而驰 无论是党内的反腐 还是控制民间社会 实际上都是极度的破坏了法治的环境 在胡温时代 我们刚才几位嘉宾都讲了 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自由 开开玩笑 说说这个段子 都是有的 现在都不允许了 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异议人士讲 如果一个政府 如果他一控制你唱什么歌 说什么笑话 他基本上不需要考虑法律了 现在我们记着在胡温时代通过了很多的法律 就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控制人们唱什么歌 说什么话 说什么笑话了 所以他觉得法律很重要 用法律来控制社会 但现在回到了习近平时代 实际上你说他通过什么 他很不在乎通过什么法律 他可以把社会管控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还在乎什么法律 所以是到了一个完全破坏法治的一种新的状况 好的 那么胡平先生 我们刚才杨建立先生 提到了有关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的承诺 应该说这一次的无国街记者组织这样的一份报告 提到了一点的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想请您关注的是 就是他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 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屏蔽网络舆论 以这样的一种极权主义的手段 应对任何可能的公民运动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模式 目前不但是在向世界范围内在扩展 而且还受到了亚洲国家 他点名了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所谓效仿 以至于报告里面特别强调了 就是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侵犯新闻自由最严重的地区 那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 所谓这样的一个中国模式的危害性呢 是的 现在的问题中国模式是在向外输出 实际上我们如果更宏观的来看 这么十几二十年来 整个全世界所谓专制的回潮 以及民主的一些受到损害 都和中国所谓中国模式 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 即便人们谈到这个俄国 那么我们其实你要看一看俄国当年的一些那个媒体的报道 有关俄国的一些书记 你就可以很清楚 俄国后来从戈尔巴交夫 从叶尔勤后来走到了普京 那么其实也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那在俄国就有一种很强烈的 特别是他们一些权势集团 他们要求就是学习中国 以中国为榜样这么一种趋势 所以实际上整个世界的这个专制的回潮 都是中国所带动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那个如何这个对待 如何解决中国的这个专制主义 那确确实实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情 应该提到这个高度来看这件事情 好的好的 那么各位这个星期呢 另一件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呢 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女学生月新呢 因为呢要求校方公布当年有关性侵事件的档案呢 遭到了北大校方的威胁和骚扰 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 甚至导致了月新和北大呢 成为中国所谓的敏感词啊 屏蔽封锁 随即呢 那么北大校园多个地方呢 出现了声援月新的这样的大字报现象 人民日报呢甚至发表社论呢 认为北大这样的校园主导工作应该以学生作为中心 这样的一种舆论变化 我想您是两位怎么看 好 这个事情我也蛮关注的 因为他最早是跟美国比如说这个me too运动有关系 因为心骚扰这样的话题 那这个北大之前那个老师叫沈阳是不是 好像这个家伙20年前 因为是涉嫌性侵一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自杀了这样的事情 那被舆论翻出来之后呢 这位女学生月新呢 她是很有很有我觉得很有独立思考这种精神 然后向校方咨询 希望说有一个一个说法对不对 一个解释 那校方不但没有去正面这个大家的问询 反而去去做这个这个学生的思想工作 施加各种压力 包括父母的学业上的各种方面的压力 试图让大家闭口 它是一种所谓叫惯性 就是维稳的惯性 他希望说你们最好 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就是培养听话的人 你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你要你要吃要喝要好工作都有 但是呢你不准说这个社会有什么问题 不准说党有什么问题 不准说国家有什么问题 他培养就是这种所谓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不可以批评 那现在有这个月新同学 他站出来去讲这个事情 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 对不对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政府他们学校就很紧张 然后甚至他们说是什么 有这种学潮性质就很严重 因为我们看到说 还是觉得蛮处 现在学生大概都是90后 对不对 他们真的是有一些大字报 又重新回到校园里面 是很勇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真的是 胡平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我们知道如果说月新同学 只指是要求了北大校方 在正常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内 公布一些调查档案的话呢 为什么会引起 我们看大字报里特别提到了一个 所谓两个北大的斗争呢 这样的一些事件背后 是一个什么社会现象呢 就按说这件事本身 是不是非政治性的 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呢原来校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承诺的 对于这一类的信息不是保密的 是需要向大家公开的 因此月新同学的做法 本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那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问题这里呢 实际上捅了一个马蜂窝 那当然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学生 向学校向校房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 所谓这个女学生被教授性侵 这一类的事 在今天的中国是相当普遍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 你说在台湾啊在香港啊 或者在美国啊 也这个高校中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说 在中国大陆应该说是最严重的 那当然造成这个情况原因很多了 他也是今天中国大陆这个 腐败这个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当然造成原因很多 比如从毛时代那种特别严厉的禁欲主义 那么到后来这个毛时代的这个结束 物极必反就引起了人们在这个 物欲和情欲方面那种空前的大释放 这是中国是个 也是这些年来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另外尤其是在六四之后 那么当局他这个在惊恐之余 尤其害怕这些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啊 搞签名信啊 因此一方面加强在这方面政治上的控制 另一方面呢就在声色拳马这些问题上是大开方便之门 也就是不光是官场那包括校园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在经济腐败 以及在这些问题腐败上呢都是泛满成灾 因为在这种情况你可以想象的 这早期早就有过这个中国早就有这种说法嘛 就是什么女学生被遣规则 那就是指的这种事情 而且即便是中国那种官方媒体控制的那么严的媒体 你查一查过去每一年官方媒体都有不少报道 就是大学校园里头某某教授怎么样性侵女学生的事情 正义门证事件太多了 所以这个当局呢 他担心的就是你这个事情 你看起来是问沈阳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这个me too 如果中国真的也me too起来了 那不得了 所以他觉得他就认为你就是会引起血潮 会引起这个动乱 所以他才跑去压制 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种问题我们知道 因为在中国是相当普遍 其实你要真正要严格追究起来 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因为过去就已经遇到过这种问题 很多受害的女学生 他们不一定敢讲出来这种事情 而且讲出来因为你也缺少 就是如果对方否认 你就很难找得出证据能够去落实这些事情 别人也可以说 你们学说你们是不是你们自己的 你们情愿的啊等等 这有点说不清道不白 对不对 但这种事情呢 你可以知道在中国是太突变 太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薪 它是月薪 它其实捅到这么大一个马蜂窝 是这么个问题 好的 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 您刚才也注意到了 我们这个星期啊 看到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呢 还特别呢 就中国的职场当中的一些性别歧视现象啊 包括了政府机关和用人的这种歧视业单位的招工用工呢 那么在性别招聘上的一种歧视现象提出了批评 杨经理博士我想请问呢 就是刚才借助胡平先生提到的有关啊 那么在中国到底这种男女性别平等权利和反性侠这样的运动啊 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是 好 这个表面上来看 中国好像是男女平等 尤其在毛泽东时代都有很多政治口号是讲男女平等的 一时间呢 大家以为中国的这个妇女翻身了 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真正在中国生活过的话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绝对男权的一个社会 这种歧视它不仅仅是权力上的一个歧视 而且是一种文化上这个自古以来的一种歧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招聘的时候 它有明显的对女性歧视的这个招聘广告 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逆 那另外呢 实际上我们的话语中有很多都是对女性歧视的 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习近平讲 竟然无一男儿 这种话实际上明显的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这个是深入到这个文化骨髓里边 当然这个由于男人掌握了权力 权力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 所以任何的为一个群体进行维权 都可能使这个政权不稳定 所以当然这个女权运动也自然在中国受到打压 刚才我接着胡平的先生的讲 他讲到北大的情况 六四以后呢 学朝成为当局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要做一切可能的行政或者这个镇压手段 使得学朝不能在这个校园里发声 所以六四以后 这个学府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政府机构 以前呢在六四之前 之前呢还可以说一半学府 一半是这个官府 那六四以后完全是官府 在六四之前 这个校长是第一把手 六四以后慢慢的党委书记就成为第一把手 从此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学校的一种掌控 那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直接的政治反抗已经基本上没有空间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 谁都不能够控制所有的空间 像这种以单一体的面目出现的这个反抗运动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个地方就出来 比如说me too就是一个你不知道他就会出来了 比如说环保的问题 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其他的问题就单一体的社会运动 谁在台上都不可能把这个空间完全的给控制死 只所以说一个政权是极权的就因为他要全面控制 他要全面控制的原因就因为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如果他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他就不需要全面控制了 就是谁都可能成为极权的敌人 就是目前直接的政治反抗可能不可能 可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me too这样的运动像月薪这样的人物 可能在中国即使在严厉的控制社会的状况下 也会不断的出现 好极了 那么秦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这个问题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一方面中国当然男女平等是完全做不到的 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也是没有这个绝对的平等 那另外一方面我其实想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整个中国的社会性别结构的一个变化 其实按照中国因为过去几十年搞什么计划生育 然后特别是有某些地区的人特别想生男孩子 所以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 现在那个女性明显会多于男性 大概现在的数据我看到说 整个中国社会大概有两千万光棍大军 然后十年后会有三千万 这未来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从这次月薪事件还有这个metoo运动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这么多应该大多是男生 我们想象他可以贴大字报 为什么会出来去闹 有一种解释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非常愤怒 这个社会它已经没办法去正常的 比如说好好的发展了 自由的生活 然后连自己的未来的太太 未来的老婆都可能就被人家上下起手 被人家遣规则 被人家性侵 就很愤怒的 另外还有 其实很多人知道在整个残酷激烈的社会竞争中 他用两千万光棍大军 可能其中个人就有你 换句话说 这么多同学走来走去男同学 其实就有多少人 可能就连以后连老婆都讨不着 就是我们不讲说其他的人权 讲什么自由民主 连这个最基本的权力都做不到 所以呢 他们可能就是内心的释放这种能量 可能就慢慢要爆发出来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状况 从这个男女比例来讲 就是说女的共求关系来讲 女的就比较是这个缺乏的资源 这时候在中国这样权力结构之下 那权力就更加重要 你的社会地位就更加重要 对啊 使得配偶的分配就 很不公平 更不公平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 这更加是造成了 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公民运动呢 并不单纯的在局限于 政治权力上的诉求 而是说 关系到每一个人 最自然的一种生理需要 都有可能成为一种 不平等的一个爆发 这个在极权社会控制之下 极权政府控制的社会之下 随时都可能出现爆发点 这不一定是政治的 因为你把这些东西 全都给空间给限制死了 是这样 那么各位 这个星期五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 所谓历史性会晤啊 应该说把国际舆论的焦点呢 又集中在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之上 但是有关对于中国的影响呢 我想也是更多啊 中国网友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在这之前呢 有一个小的插曲啊 就是中国的毛左网站 吴有之乡下属的这样一家 星火旅行社呢 那么他们组建了一个红色旅游团啊 日前呢 在朝鲜的不幸遇难 32名遇难者当中呢 说是还包括了该网站的主编 那么截至目前呢 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前往中国大使馆探视调宴之外呢 相关遇难者的名单啊 还在中国似乎呢 是成为了一种敏感 或者说是保密的信息 那么胡平先生 您关注到这个事件了吗 我注意到了 其实在一开始 我看到相关报道 这个车子出了事 然后金正恩去医院探望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不寻常 它不仅是个简单的交通事故 那它可死了什么人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后来看到呢 那知道死的人 恰好就是这些所谓乌有之乡 被人们成为毛左的 而且他们呢 你也看得出来 这些毛左 那就是它居然可以把这个朝鲜 当成他们的一个圣地 它不仅是 它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旅游啊 而且它是把朝鲜当成一个榜样 这个在中国来说 应该是很少见很少见的了 那中国很多人一般都是不管 无论如何 尽管他们对当今中国 有很多很多的批评 但是至少还知道 相比之下 那北朝鲜是比中国更差劲的对方 而他们那个 而这个吴有之乡这么些人呢 居然把这个朝败北朝鲜 把北朝鲜当成一个 一个他们理想的一个圣地 我想这两个是真是很大的一个讽刺 好的 那么各位 我们还是回忆到 所谓的这样一个文金会 自由亚洲电台 同样在推特上面 就这样一次文金会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杨建立博士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截至目前 有1044位网友 参与了我们有关文金会的 对中国影响的一个表态 高达51%的网友 认为朝鲜目前 是在学习中国的模式 以开放契合作为幌子 会继续独裁 28%的网友认为 朝鲜会全面导向韩国和美国 从而力求与中国能够平起平坐 18%的网友认为 目前还不确定 另有3%的网友给我们留言 他们提到了 朝鲜如果学习中共的话 必死无疑 所以三胖要继续坚持 这种主题思想的道路不动摇 还有一位网友说 所有共产党都是利用谈判 来达到目的的高手 首先是要明白 他们根本不具有任何诚信 杨建立博士 您是怎么看待我们网友的评论 对 我觉得说朝鲜 要全面导向韩美 力求又中国平起平坐 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靠谱 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看 这个金正恩上台以后 所做的几件事情 基本上已经理出了一个端倪了 第一他首先解决的是什么呢 是解决了他这个自己内部政权的稳定 他个人权力的稳定 在党内的 那解决了这个亲中派 解决了亲中派的这个就是 因为那时候中国在扶持自己的 这个鼠疫的这个掌权人 这是对他的个人权力造成的挑战 所以他首先解决了这个 稳定了自己的权力 在这同时有一个信息大家忽略了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2014年 这个劳动党中央有一个530决议 这个决议一开始没公开 被南韩的这个叫什么世界日报给登出来了 后来证实是真的 就是要进行所谓的我们说的经济改革 而且有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那就是为什么我在美国之音电台 我说可能要进行经济改革 当时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迅速的 这个把自己变成核国家 你不管怎么讲 这个事实是 朝鲜已经是一个核国家 他用这个来 不是做到和中国平起平坐 他做到和这些人 和所有的国家大国进行 这个有某种平等的进行谈判 在那之前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中国最困难的事情 发展两弹的时候 原子弹和清弹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手中五米 鸡都换不来 说你手中必须有家伙 这个金三胖就发展了 他手中的家伙 使得所有的大国 都要认真地对待他 他有一个要挟的能力 有了一个谈判的能力 就是说你们都是想要和平的 尤其是韩国 你是最希望和平的 但是我首先要发展一个 破坏和平的能力 这样我就可以上谈判桌了 现在他认为可以上谈判桌了 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情 他要和这个川普见面 大家就觉得 中间商没了 直接和川普见面了 实际上他说 我不要让川普感觉 你的力量太强 我必须和中国见个面 中国见面 中国又觉得自己力量很强 他又说 又和韩国的总统见个面 然后他未来还要和普京见面 所以他玩的这个东西 就是诗 每个人都要围绕他 进行这个周旋 这样的话 他和每个人进行 基本上现在是等距离的一种交道 在这边获达最大的利益 在这同时 我认为 他下面是要进行一定的经济改革 要发展经济 他没说经济改革 他一直讲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是中心 那这时候呢 因为中国的经验告诉他 你即使进行一定的市场经济 你这个政权不会垮掉 但是在中国之前 很多人都会认为 只要共产主义国家一搞经济改革就会垮 但现在大家世界上已经看到了 不是这个样子 共产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也不会垮 所以他从此 我认为得到了一定的信心 我认为下一步 他可能要进行一定的经济改革措施 在您看来这所谓的无核化的程度 在他手里会有多大的行动 我先把第一个话题说完 那这样的话 中国的模式成为他的一个经验 可用的经验 但是中国的模式 恰恰是自由世界的教训 但是自由社会常常满足于 就是这几年过去就行了 你开放了挺好 经济开放不挺好吗 不像以前那么难打交道了 就满足于这个状况 那到最后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朝鲜 怎么处理 恐怕这是我最担心的 是自由世界里 是不是有这样的政治家 看到了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境况 这是我是今天非常非常担心的 至于这个无核化 我觉得几个这个玩主 都开始寻找新的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哪怕就是最后找到了 也是不稳定平衡点 因为在朝鲜全面 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的解释 美国和这个朝鲜是完全不一样 朝鲜解释就是说 我整个朝鲜半岛不能有任何 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军队存在 就是你美国必须撤兵 这个是给美国和韩国都提出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美国所理解的 还有韩国日本 还有其他国家所理的无核化 就是你朝鲜消除你的核武器 以后不再进行核实验 这个理解是差距非常大的 但是目前是在谈 最后一定会找着某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不会是稳定的 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好的 那秦月平先生您是怎么看待有没有热点有没有可看的地方的这一次文经会 我觉得这次文经会可以真的很像全世界证明这个金正恩这个全球最牛的一个80后 他确实搅动了整个东北亚的一个局势 而且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一个关注 我觉得外界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我们可能对这个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东西 他的确比他的父亲甚至他的祖父表现的 当然还有他的兄弟表现的应该更有政治属外 他在整个几个地区大国之间可以是游刃有余的在玩弄他的一个政治手段 但现在这一次就刚刚可能几个小时之前 今天两个人结束会面之后联合公告 我觉得是有点突出我们的想象 他已经是营造了一个为接下来的朝鲜和美国峰会 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换句话说他已经表态非常好了 他可以结束没有战争的 可以考虑结束这个敌立状态 甚至可以签和平协议 也可以邀请秋天的时候 温战云再访问平壤 对不对 那这样子他能做的姿态他基本上都做了 但是大家记住这只是一种姿态 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他所向国际社会表现的诚意 因为国际社会其实可能有个误区 大家不是说关心怎么样结束朝鲜这个独裁政权 或者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大家只是关心这个朝核危机 这个朝核危机不要引爆 不要在未来的短期里 比如一年两年的引爆 甚至那个核弹不要炸到日本 炸到韩国 甚至炸到美国 这是最关心的 所以他已经成功地去把这个朝鲜局势 确实稳定下来 然后畅在一个好的氛围 能不能解决 可能需要与密切相关的 比如美国 中国 然后朝鲜 还有韩国 几个政治家的可能这种政治博弈 政治智慧 这是值得观察 好的 那么胡平先生 如果我们从中国的角度 来看待一下朝鲜半岛局势 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话 面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对峙 以及现在习近平当局在台海 所进行的这种高调军事演习 那么在您看来 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可能的变化的话 对于中国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但这给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当然首先人们一般看到 你南韩北韩的领导人 可以走到一块来 结束敌对状态 那你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和台湾 也结束敌对状态呢 为什么也不能像他们金正恩和文在寅一样 握手延环走到一起来呢 所以这个是对中国 而你这两天 结果中国你还是派出你的军舰 不断地环绕台湾岛的飞行 还在吓唬人家 这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但另一方面 这件事情南北韩的领导人 他们这次会见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会见 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 使中国的角色变得比较尴尬 当然我们注意到 川普在讲话的时候 还特别提到中国 也肯定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这中间当然也有一定的安抚的作用 安抚的意义在里头 因为显然在这中间 就是相比于美国 除了两韩自己之外 那相比于美国的作用 那中国的作用显然比较小 而且因为这两韩领导人的见面 中国今后会扮演什么角色 也变得比较可疑 当然从中国来说 我觉得他对北韩的看法 一直是非常矛盾的 是爱恨交加 那从中共的角度 他特别能够理解北韩对他的态度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当年中共对苏联的态度 一方面中共是靠着苏联的帮助 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壮大 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江山 但另一方面 他要认为恰恰是苏共 而不是别人 是对他的权利 特别是对他最高统治者 最有威胁性 所以有最不放心 因此他们又 就像当年的中共领导人 总是想找出机会来 摆脱你苏联的控制 那么同样的 他也会这么来看待你今天的这个北韩 他知道北韩对他 就是抱着同样的态度 他也很担心北韩到头来 就是一方面 得到他很大量的帮助 但另一方面 由于对他充满猜悉 就像他刚才杨贤里也谈到 那个金正恩一上台 首先清除的就是所谓亲中派 那就跟你中共上层搞权力斗争 特别在过去毛时代 那第一就清除就是亲中派 说谁理通外国那外国就是指的苏联 因为不可能通美国嘛 就是指的通苏联 所以这个成了他最大一个麻烦 另外一方面你要搞经济改革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他搞经济改革 当然他也需要中国的帮助 中国经济体现也相当庞大 另外离他又很近 但是他有更多的像美国 像西方的这个开放 这些都是中国看起来会考虑的比较毛的 好的 那么两位嘉宾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对 在今年年初四五个月前 这个战争的幽灵还在那盘缓 从那个时候你想今天怎么也都想不到 这就说明这个国际形势迅序万变 那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认为今天的这个好的形势 就不会逆转 我们这个记得在上个世纪的第一次大战 和第二次大战之间 之间二十年 欧洲的国家之间签了上千个和平条约 到最后一夜之间都会死毁 将要进入这个战争状态 所以这个今天两韩的领导人见面 发了这个宣言 而且说要解除敌对状态 这个寻找坚固的永久的和平机制 虽然这么说了 但是我认为逆转的可能性还非常非常大 刚才我说了一个根本问题没解决 是什么呢 就是国内的体制性问题没解决 人类一直在寻找坚实的永久的和平机制 一直都没找到 如果说能找到一个的话 就是世界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但是有一种情况没有进行实验 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变成民主国家了 没有独裁国家了 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要战争 至少是民主国家目前没有 之间没有战争 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问题没解决 今天所找的任何的平衡点 都会轻刻坍塌 而目前的好的状况 也可能迅速就回到四个月之前 就所谓这个血浓于水 兄弟家族制这样的关系 秦伟平先生 我想表达一点就是整个这次韩朝峰会表达出来 这个朝核危机又缓解的局向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现在是很微妙的 也很紧张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川普昨天也公开表态说 中国在背后起了很大作用 为这次他们的峰会 那其实我以前一个判断就是说 川普一直在指责中国没有对韩国 对朝鲜实施应该有的影响力 去制止这个朝核危机发生 如果说这个朝核危机随着这个多国斡旋 真的是能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中美之间可能会又迎来一个缓冲的时刻 对中美贸易战来说 对中美关系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变化 戏剧性的变化 谢谢 谢谢 那么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我们欢迎您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平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